好话品牌 中大型车这两个关键词联系到一起 你会想到什么 五六亿是不是马上就出现在脑子里了 的确啊 宝马五系奔驰一级和奥迪A6这三款车 占据了这个细分市场的大半个江山 其中宝马五系凭借着过硬的实力 06年以来呢 累计销量了200万台 今年的前三个季度呢 销量更是接近了10万辆 虽然成维单很漂亮 但GNCV依旧重要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在这个内卷家具的时代 再优秀的产品 如果不能与时俱进的话 同样会掉队 所以宝马五系的第八代车型 它来了 它有着怎样的变化 又将如何应对当下和未来的挑战 这便是今天的主题 宝马五系诞生自1972年 甚至比三系和七系都要早 截至今年初 宝马五系也是继三系之后 成为了全球第二款累计销量过千万的车型 在这个新能源的大背景下 第八代宝马五系最大的变化也围绕其展开 那就是首次推出了全新的纯电车型 爱武 与此同时 它的这个本土化 也进行了升级 多达十项的中国专属配置 充分的说明了这个市场的重要程度和重视程度 据统计 第七代宝马五系 也就是上一代车型 它的车主平均年龄只有34岁 这和以前比 那可年轻太多了 所以说喜好和需求变化也很大 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外观的设计 全新的前脸设计越来越大胆 经典的双肾隔山边框可以点亮 传承的同时加入了创新 天使眼的设计最早就始于五系 全新的天使眼采用了极简的设计风格 搭配设计感极强的引擎杆 让人不禁感叹 这真的是个看脸的时代 对于五系这个级别的车型而言 车身尺寸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在国内市场 车长5175毫米 轴距3105毫米 比它的主要竞品奔驰一级和奥迪A6分别长了26毫米和81毫米 甚至比奥迪A8L的3128毫米没短多少 车侧的设计同样打破了四丁八稳的风格 经典的霍夫麦斯特弯角 融入了数字骨这个元素 而且纯电爱武的车型在充电时 这个数字骨会有呼吸的效果 呈现蓝色 提示车主充电的状态 然后版车型这个是白色的字体 除此之外 还有区别就是轮圈的区别 至于车尾 整体的风格与车头是相呼应的 同时延续了上一代车型的调性 但至于细节方面 它的改动也是不小的 就比如说尾灯等等的 全新宝马5系的内饰 主打的就是一个氛围感 同时将宝马的ShyTech和TechMagic 两个理念融入了进去 简单点说 就是把屏幕做大了很简单 但是做着有设计感 同时看着舒服 用着方便 这才是难点 与此同时 12.3英寸全银仪表 加上14.9英寸的中控屏 组成了一体式的悬浮曲面屏 同时这两块屏幕 分辨率均达到了200pd 之前在数字化和车内智能化方面 似乎都不是这些国外品牌的强项 但这一次 宝马自演的BMW OS 8.5 似乎证明了什么 在用户界面的设计 以及功能性上 可以说是一次质的费率 扁平化的交互 巧妙的悬浮窗 再加上根据国内用户习惯 设计的专属地图界面等等 说实话 用起来真的很舒服 同时前后排无线充电 微信车载版等等 这些都是国内的专属配置 以驾驶员为中心 一直都是宝马内饰 最核心的设计理念 全新设计的座椅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乘坐习惯 而且还把中文的数字物设计在椅背上 当然了 这些也都是国内的专属 OK 来到了全新宝马武器的后排 首先就是来自于7系上面的31寸液晶屏 同样下放到了宝马的武器上面 拥有8K的分辨率 并且还支持32比9的全景播放 机会后可以实时的进行一个互联 而且还支持HDMI 基本上可以做到了看片玩游戏两不 这些空间方面自然就不必多说了 毕竟它拥有了5、6亿的一个最长轴距 前面是我刚刚一个正常的驾驶所资 我身高是1米77 体重是60公斤左右 现在一个腿部空间是远远超过了两拳 基本上可以达到三拳的这么一个状态 头部空间也很充裕 再加上全景的一个流光天幕 看上去非常非常的酷炫 是人舒适性方面 座椅的横向空间还是比较OK的 但是由于地台的中间会有一定的隆起高度 所以说后排如果做三人的话 中间那个人脚可能是不太舒服的 前面是可以放置一个小桌板 以及两个Type-C的充电接口 所有的这些后排的影音设备 以及舒适的座椅 加上这些最后再来一个保华尾键的音响系统 可以说坐在全新武器的后排 就仿佛坐在了一个私属的家庭院里 第八代宝马5系在动力方面的变化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 就是油电器法 因为宝马这个品牌一直都被冠以驾驶者之车 所以说它在动力上的改变 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全新车型提供了燃油版 纯电版 以及纯电M性能版三种动力 其中燃油版搭载了48V清混技术 最大功率190千瓦 峰值扭矩400牛米 而纯电的爱武则可以达到700公里的续航里程 至于刚刚说的第三种动力纯电M性能版 它的破摆时间仅为3.8秒 我自己也有一台宝马5系 说实话 开了这么多年 依旧很难找到一个明显的短板 全新5系的到来 简单的体验之后 与其说是它是一个自我的升级 倒不如说是它面对新时代 以及新的用户人群的一次颠覆 虽然很冒险 但也很值得 面对增量转存量的市场 这种四平八稳的打法 似乎很难跟得上节奏 无端版拼长版才是最优解 尤其是中大型豪华这个细分市场